高雄市有3万多名的原住民 但都分散各地 面积相当辽阔 族人长辈生病就医非常不方便 市府原民会与高一大附设医院携手合作 将在全市23个文化健康站架设远距照护网 提供高龄者原住民长者及时性的健康照护服务 原住民长辈穿着族服 带来热情活力的歌舞表演 要欢喜迎接原住民健康照护新纪元 让他们在文化健康站里能长保健康 由于高雄市的原住民分散在全市46.6%的土地上 面积相当辽阔 族人长辈生病就医非常不方便 高一和市府原民会合作 将在全市23个文化健康站架设远距照护网 提供高龄原住民长辈及时性的健康照护服务 透用我们现在的一个智慧的医疗把它串联起来 那这些的串联其实在我们的纳鲁湾已经有初步的一些结果 那我们绝对会整个串联起来 在这串联的时候我们针对每一个文化健康站 它的特色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基本上这样的串联我们一定会更深热 对于高一长期为高雄山区原住民提供专科医疗照护 并且成立第一个结合医疗机构的原住民关怀站 这一次更将照护网获及到23个文件站 将可让原住民长者活得更健康 市府原民会主委表示相当感谢 针对这个系统的生理健康的资讯 未来也会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会对原乡长者跟都会区长者的健康 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我们未来可以透过这个医疗健康 生理健康的一个资讯 做一些防范的一些措施 高一在原住民文件站建置先进的远距照顾系统 随时监控长辈的健康资讯 一旦早期发现疾病就可以提供及时照顾服务 提升原住民长辈的照顾品质 港独新闻林亭阳内长邦采访报道